请收看贵律法师薄写讲座 修行佛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第三就是异类而属 什么叫异类 因是善恶果是无忌 这个一般人比较不了解 为什么因是善恶果是无忌 因是善 我们比如前世词无忌 行善 今生今世在得到人 那么你已经知道人 这个果报 果是无忌 就是果报不能讨论是善是恶的 果报是在还债务 或者是在享受他的呼报 那就不能说它是善是恶的 你比如说我欠你钱 我还你钱就好 在还钱的当时候 那就不能说是善是恶的 比如说 今天你去杀人犯佛 那是恶的 你造恶因 那你来世的话 你走出去的时候 因为你前世砍断人家两条腿 你今生今走出去以后 被这个车子撞到 那你两条腿也断了 那你两条腿也断了 那现在遭受果报 那遭受果报你怎么说是善是恶的 遭受已经恶报了 恶报是果报就是无忌 在遭受果报的时候 还债务的时候 那不能够讨论它是善是恶的 它一再还你了 懂个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 因才有善恶可言 那已经还了 那你怎么 还了就没有了嘛 你说我欠你钱 那么你来向我要钱 那么我还给你 那你怎么说是我善是恶的啊 我已经还给你了 所以果是无忌就是已经 已经百平善恶了啦 果是无忌就是已经百平善恶了啦 它还你了啦 就这个意思 所以啊果报不能讨论是善还是恶的 果与其因啊 性类相亦而成熟 性类相亦而成熟 意思就是说因是善的啦 那么我们是善的人 比如说到恶因的畜生 那变成狗啊 猪啊 还人家的债务啊 那这样的公司啊 恶性倒闭啊 恶性倒闭啊 不是 有的有一个是善意倒闭的 比如说人家倒他 他没有办法 他又倒别人了 那就是善意的 其实没有办法嘛 大公司一倒六千万 他连在这大公司里面六百万 那六百万小公司就倒啦 那还有投资六百万的 那个人的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不是恶性倒闭的 他是被大公司倒的啦 所以啊 所以啊 我最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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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假设你们有一点钱 你们不要去投资公司 别人投资公司 投机 那么就是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就是投机 你们没有看过活性会议吗 最大的危机就是投机 所以啊 我最聪明 如果你有点钱的话 放哪里 放国家的政府 除了这个国家灭亡 否则的话 你的钱永远存在 利息虽然少一点 可是这个有保障 你要人家的利息 人家要你的本钱 所以你投资这个 这个风险很大的地方 到最后啊 没完没了的 完蛋了 我告诉你 所以我 我说啊 要记住 要写聪明一点 那么再来看第十九页 十九页 十九页的十八 元起之相 那是相表 那 元起之相有共相 不共两相 以四料捡分别之 这个料捡呢 就是以前抓中药 配药 料捡就是抓中药 配药 那么就是一个四种不同啊 那么这料捡就以现代话来讲就是分类啦 分类的意思 所元起之相 有共相 这共相少了一 中间画了一横啊 所以 这共相 不共相 什么叫做共相 共相里面有 共中共 共中不共 不共相里面有 不共中共 不共中不共 所以这个初学者啊 像今天我们这个大专的同学来啊 多坐在三楼 这最起码有95%的听不懂 但是有没有办法 因为这初学者是没有办法听得懂 信息可以 讲讲故事啊 他就听得懂 所以这些 慢慢来解释啊 认识一点也不错 第一次听啊 比较坚涩 是元起之相 有共相 就是我们这个人生 宇宙的三合大地啊 一切相 有共相 什么叫共相呢 共相就是共业所感 这所谓共业所感 比如说你做人 对这个宇宙的认同 看法 是有相同之处的 比如说 三合大地 你看那是一座山 这是大海 那么 因为人的这个夜感啊 几乎相同 所以 看出去的时间 就会差不多 我说我看 这是文殊奖堂 你看 也是文殊奖堂 可是一只蟑螂呢 就不是看文殊奖堂 好大好大啊 这到底是新墨东西呢 这一家也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一只蟑螂 他知道这文殊奖堂吗 嗯 是老鼠 他知道这是什么 什么大奖堂 红滑的地方吗 所以 他这个感啊 所以 共业所感就是 认知的层次 不一样 认知的层次不一样 所以 我们感觉到 他是三合大地啊 你要是说鱼的话 它是生活在河里面嘛 海里面嘛 那么我们对 这个世间 对鱼很了解 那么鱼要了解人呢 就很难了 所以高层次的 有办法了解低层次的 那么低层次的 要了解高层次的 就没有办法 佛菩萨要了解我们 那太容易了 易如凡章 我们要了解佛菩萨 那难如登天呢 这生活在高层次里面嘛 心境改变嘛 所以这个共中共 就是一切的众生 所感应的共同业力 叫做共中共 那是共业里面的共业 共相就是共业里面的共业 比如说三河大地 大家都通通看得到的嘛 你喜马拉雅山你也搬不走嘛 那不是你家的嘛 就是印度政府的或者是中国政府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爬一爬嘛 走一走嘛 那三河大地嘛 共中不共就不是这样子啦 田财衣服啦 田财衣服啦 你有你的财产啦 那是你幸福赚来的财产啦 虽然说共业大家 虽然大家都住在这个 三河大地的宇宙里面 但是啊 它是不共同的啊 你的福报是你的啦 他的福报是他的啦 同样生活在台湾是共业吗 我们的共业投胎在台湾嘛 可是啊 有的投胎在台北 也都投胎在台中 也都在高雄哦 是吧 那么个人的福报享受也不一样啊 有的人吃着山珍海味啊 有的人啊 是饥寒交迫啊 是吧 家徒四壁啊 啊 有的人一进去就寒色啊 有的人是热乌啊 差很多 我们这里就是寒色啊 有冷气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有空到寒色来走一走 那就冷气啊 哎 也不错啊 哦 那么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呀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 虽然同样住在这个 三河大地里面 但是每一个人的享受就是不一样 享受就是不一样 是填宅啊 衣服啊 所以这不共相就是自业所感 这个自业就是自己的福报 自己的福报有多寡 有的人 他一学佛 他就知道佛法是无上的这个道理 可是啊 同样来亲近这个讲堂 有的人就不以为然 福报不够啊 那 就转 一下子 受到外在的影响 就转走了 他就不信佛了 碰到邪师啊 碰不到善知识啊 他就不信佛了 所以说 共业里面 有共相 不共业里面 就是自相 三河大地 是大家所共同运用的 但是你住的地方 那些个人享受的 不一样 有的人住的像皇宫啊 有的人住的啊 那是像 那是几坪而已啊 很可怜 再来 言及之相里面有不共相 不共中的共相 不共相里面的共相 什么叫不共中里面的共相 比如说自己的浮沉根 浮沉根就是肉眼啊 不共 不共中 不共就是 我有我的肉眼 你有你的肉眼 可是你的肉眼 你也是眼啊 我的肉眼也是眼睛啊 不共就是说 不同的 你的跟我的不一样 但是 你的跟我的眼睛不一样 但是 都有相同的地方 你有眼睛 我也有眼睛 你有耳朵 我有耳朵 你有耳朵 你没有尾巴啊 讲太快了 欸 欸 据说这个人类 某一些人类 有耳朵喔 真的喔 耳朵 人类是 猴子进化的嗎 知道嗎 有人摸摸 我是没有啦 欸 据说有一类的众生啊 是有耳朵的喔 真的喔 在这个奇怪的 地球里面 有人类是有耳朵的 尾巴一点点啊 一点点啊 像骨头 骨头啊 凸出来那一种的 而所以 不共中的这个共业 就是说 自己的 福神根 但是大家都有眼睛 所以不共中的不共 你有眼睛 没有错 我有眼睛 没有错 已经不共了 但是 不共中的不共 就是你的神经系统 跟我的神经系统 感受不一样 所以自己的圣意根 就是不共中的不共 比如说神经系统 圣意根 就如同神经系统 福神根 就是我们的肉眼 你有肉眼 我有肉眼 可是你的感受 你眼睛 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感受 就是不一样 就是神经系统不一样啊 我啊 我有些佛 我看这些众生就是很顺眼 刚刚出邪佛的 我看你很不顺眼 他也看他很不顺眼 这邪佛的人啊 要是看什么事情都很顺眼 那就是邪佛就成功了 我们大部分都是 饥饿如仇 看到恶者 就很 很不以为了 就是 蓄意的去排斥 秉斥他 那么 不过我们呢 邪佛的人要慈悲 灵敏他 这就是真正邪佛的人 包容 所以在邪佛的人里面 那么 他就是平等 所以这个不共相啊 就是除了神经系统不一样 心境也不一样 所以啊 也只可知身心世界 都是自己业力所感 但应转业 不可怨天由人 不可抱怨 这句话你就很重要了 你为什么不出生成男的啊 为什么出生成你的 你为什么变成男的 他为什么不变成女的 是不是啊 有的女孩子来讲啊 她来跑到这里啊 哎呀师父我要是做男的多好 可以亲近你啊 来出家啊 修行啊 可惜啊 我说你女孩子啊 哎呀 没有办法啊 她就是感触啊 有的男孩子啊 也很糟糕 她看到你孩子啊 要化妆 挂这个耳朵 耳环 掉了叮咚咚的 她觉得蛮好玩的 你孩子可以化妆啊 有腰啊 有胸啊 有屁股啊 她就 哦这个三维很好看 对不对 这又什么好看呢 叫我们平面多好看啊 我们也有好看的地方啊 前后看都一样啊 没有什么不好看的啊 这个像人腰 它就很不正常啊 人腰 有喉咙 有结 是吧 腰部底下 都是男的嘛 他就是 去聋辱 去打针 这像什么呢 所以人啊 这个 这个业力实在是不一样 像我们到泰国去啊 到泰国去 那导游带我们去沙滩 去沙滩的时候 那导游告诉我说 师父 师父 那个是人腰 我吓一跳 他怎么这么漂亮的 人腰 你怎么看不出来啊 他说真的 那个是人腰 他就是戴耳环 穿泳装 就这样子 你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我就问那个导游说 哎呀奇怪 男的那个地方呢 人家自由 那有办法啦 就化妆子上 怎么样看不出来 不过据说这种人腰喔 寿命很短 你看 你一个礼拜要打两次 女性荷尔蒙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坏 WHY 我常常想 一个好好的男人不当心 一定要当女人 女人有什么好啊 是不是啊 你就当女人有什么好啊 还麻烦啊 就是啊 意志又脆弱 不见得啦 你邪法让人很强啦 我讲的是外面的啦 所以说 我觉得说 这个众生啊 意思是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有的女的想变男的 有的男的想变女的 天下的无期不有 美国还有一项这样活动的 他怎么样 化妆所有男众化妆成女众 那女众 那有的那美国人啊 西方人很奇怪 西方人的这个 这个思想也无期不有 还晒蟑螂 还晒老鼠 还晒猪 神经有问题了 这个 这美国人他其乐融融 所以美国人我看电视的时候 你的化妆成女孩子 那有的人啊 有的那个 那个男孩子啊 就是他们都是六七十岁才化妆的嘛 那一化 怎么化妆化妆不起来 因为他们那像棋子皮一样的啦 哈 他那个脸啊 像棋子皮一样的化妆起来 他刮那个耳环 啊呀 像呕吐一样 看着都会呕吐 受不了这个 人类的无知遗失 他没有目标 没有人生 他也不想追求什么 我常常讲的 就搞这些嘛 活动嘛 人生是太短促了 所以没有办法 唱歌啊 跳舞啊 唱歌跳舞啊 你怎么办法呢 是啊 像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啊 去那个德国 是不是 好像是德国 这是什么河啊 还是什么河 这是哪里 我弄不清楚的 反正去那边 我都在念大悲咒 我不晓得他那是什么河 我管他什么河 我走到那里就是 徒弟啊 愿意看 好啊去去看啊 我唱歌跳跳跳跳啊 就是这样子 跳得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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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在台湾也念佛 出国也念佛 走到那里通通在念阿弥陀佛 在台湾也要往生 到德国也要往生 到法国也要往生 在伦敦也要往生 对不对 众生啊 如果悟到这个佛法 你所到之处 没有一样不解脱的 没有一样不解脱的 再来 我们来看第十九 第八是音像表 再来看这第八是音像表啊 我们先看这个文章 所以把你们的资料拿出来 资料第二页 一定要先看这个地方 先看这个地方里面才有办法了解 否则的话呀 不容易了解 种子的意义 种子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过了第八是的字像表 第八是的果像表 现在我们要看第八是的音像 是字像果像音像 十六是第八是的字像 十七是第八是的果像 十九是第八是的音像 字像果像音像 这三个 来来来来讲到这个第八意思 好 种子的意义 种子的意义 犯一切有漏 有漏这个漏就是烦恼法了 犯一切有烦恼的 无漏就是无为法 那么就是解脱 就是没有烦恼的色心诸法 圣能色法就是心法 心法就是色法 色心不恶 凡夫色法是色法 心法是心法 是对立的 强烈对立的 是色法心法 无不同 第八阿赖也是中的功能开发而来的 第八意思就是我们的仓库一样的 开发出来 所以这种能开发的功能就是所谓的种子 而 但种子的条件必须具足六种条件 就是说要具足六种情形才能成为种子 第一 撒纳面 也是撒纳撒纳的变化 国具有 第二国具有 第三 横水转 第四 性决定 第五 代重元 第六 隐治国 要作为第八意思里面的种子 要有这六种性质才够资格 才够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种子六意 这就是所谓的种子六意 种子六种 六种意义 六种性质 什么就是撒纳灭呢 就是第八意思里面的种子 必须撒纳撒纳 生灭变化 底下来解释是为什么呢 因为因果是在生灭变化上假明的 换句话说 成佛就是超因果 超因果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不昧因果 就是说他超越因果 又不离因果 释迦牟尼佛是超越了因果的时候 因为因果是生灭法 但是又不离因果 所以说 谁是生灭的因果 可是对佛来讲 他不作用 束缚不了他 因此说佛若不若因果 你说若因果也不对 不若因果也不对 若因果的话佛是生灭法 不若因果的话佛违背的因果法 所以说就是不昧因果 所谓不昧因果就是 不离因果 当下是超越因果 所以因果是在生灭变化上假明的 所以像常住不灭的无为法 就不能加上赋予这个因果的名字 不可以的 因此释迦牟尼佛他赋因果 但是超越这个因果 就是不昧因果 不昧因果 所以不昧因果 必须同时记住两种因果的意义 第一要不离因果 二要超越当下这个因果 所以超越是不能离开因果的 就是因果输入不了他 名为超越因果 什么就是果具有呢 所以第一个要当第八一字的种子 要撒纳撒纳一直变化一直变化 那再来 果具有 意思就是 种子虽然要撒纳生命 但是他所生的果 一定要有能生的因 还有所生的果 能生跟所生 能生的因 那就是种子 所生的果 那是指现形 现形就是指现在了 现在的种种能生宇宙的现前 所生出来的现形因果 能生的因 所生的现形因果 两个条件的合合还行 换句话说 种子现形的时候 种子其现形 八四天中 种子其现形的时候 他能生的种子 跟所生的现形 都必须同时具有 而不得相离 那所以能生的种子 和所生的现形 都必须同时具有 而不能相离 相离的话 因果就不符合了 如果相离的话 因跟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因果合合 合合就是要相同 照如是因果 如是果 照三因的善果 照恶因的恶果 照无济因的无济果 一样的道理 就是要因果合合 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么就是因果具有 因果具有 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就是恒水转 恒水转 什么叫恒水转呢 种子不但要刹那刹那身边 都是要相续不断 恒水转就是永远在转动 永远在变化 在主我之中 只有第八一世 有上市的六种功能 那么种子当然也要跟随着 第八世流转了 意思就是 这个种子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比如说 你前世造业 你杀人 杀人 杀人 然后 现在每天 你把人家杀死了 杀死了 那么你今生今世一直生病 病苦不断 因为这个烟青在此 卡住这个烟魂 卡住烟魂 你怎么吃药吃不好 可能喉咙痛 脑腐晒 痠癌 你怎么样酸痛 哪里痛 吃疼 吃疼 哪里痛 你找不到病根 你现在拜佛求忏悔 哎呀 王戏所造作业 皆五十三生之 从圣医 自受生精 对佛全求忏悔 多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奇怪 这个病啊 慢慢慢慢就好了 为什么 这个业障 这个冤心在此 这个鬼魂 常常在你的身旁 要找机会 要报仇 看你每天这样拜佛 求忏悔了 好了 原谅你 就原谅你了 哎 所以啊 我们呢 为成佛以前呢 要多求忏悔 多求忏悔 不能造恶 你知道 所以就很随转 那么你来世的 这个英语国报 就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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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转 因此 很随转 他孕育在地巴 一直在懂字 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啊 所以要看你怎么样操纵你现在啦 看你怎么样控制现在啦 所以佛教讲自转因缘嘛 自转因果嘛 佛教不是宿命论呢 啊 我生来天生有福报就是福报啊 那你福报想听了怎么办呢 拼命的乱花钱啊 拼命的啊 浪费啊 财务啊 那不行 第四啊 就是性决定 就是要构成第八意义性的种子啊 他这个性要决定 性不决定的话 因果就不相同了 意思就是如是因力 一定要如是果 善因一定要善果 恶因一定恶果 结不可混乱啊 你性不决定的话 善因变恶果那还得了 那谁要行善呢 那你今天邪佛也没有用啊 你邪佛也邪佛的种子啊 那如果是性不决定的话 我邪佛变成魔王那还得了 那这像什么啊 这佛法那像什么 所以佛法的因果啊 不可混乱 这不得相伪 是吧 所以性决定是指因果性必须相同 不得相伪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皆不可混乱 第五 带众缘 就是经历在八世田中的种子 一定要碰到因缘 你才有办法 比如说在座诸位 你们通通前世有邪佛的因缘 有邪佛的因缘 那么也许有的从学校介绍啦 有的从善知识介绍 有的从报章杂志来认识我 某师讲的 有的听到风声的 要来看看师父啊 有的这样子的啊 这个人家介绍好奇的也会写佛 也会写佛 所以啊 这个杜众生啊 貌相长的奇特 也可以杜众生 你知道因为好奇来的 不是真正邪佛来的 如果新课生这三角六挑 也可以杜众生 你不晓得啊 那个卉力法师喔 像钟楼怪人 每天在扣宗的那个 钟楼怪人去看过啊 乔姑啊 喔喔喔喔 还真正在扣宗 喔啊 钟楼怪人啊 真败啊 嗯 像毕雕 那也可以杜众生 哎 长得很奇特是吧 所以说这个邪佛的因缘啊 有千百万种 千百万种 只要能引进来 哎这也不错 这也不错 嗯 再来啊 第六 引治果 引治果 指种子啊 除了有上述的武艺之外啊 必须要设法心法 各自引申治果之意 啊 引治果 这还没讲完 在座还没讲完啊 哈哈 种子必带种种的助言的和和 啊 才能发生果报 都不能单独现行 这很容易了解嘛 你不等待因缘 就是你们前世有缘 那么你没有碰到这个 邪佛的因缘 那你也没有办法邪佛啊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啊 这是针对外道所知的 自然遁生的谜子 啊 自然遁生 自然遁生就是 就是他没有那个愿力啊 反正你有言也好 没有言也好 那佛教不一样啊 佛教就是 我们有这个愿力制造这个因缘 愿是由愿力而来的嘛 所以你要制造这个因缘给众生嘛 你愿力强 我们说我今天生病 我不讲课 你们就没有这个邪佛的因缘 我讲课 我这个愿力够 我就可以制造因缘 所以智者会创造因缘给众生啊 众生不来那就没有办法了 大智慧的人啊 慈悲心的人 他会创造这个因缘给众生 他不会等待因缘的 好 那么你自己来 所以啊 创造愿力的话 愿力的话可以给 让众生的因缘造熟 因此啊 还是要因缘 但是啊 还是要靠愿力 隐治果 就只是指种子啊 除了上述五种以外啊 必须要色心各隐 隐生治果的意思 就是色法隐色法的果 心法隐心法的果 就是说色法由色法的种子生 心法由心法的种子生 这个并不困难 比如说你前世你喜欢插花 花是物质 但是啊 插花共佛 是吧 物质 你插花 但是你精神精神 你就会感到非常漂亮 你前世啊 前世啊 喜欢啊 整理这个佛像 整理这个佛像的时候 肮脏啊 这佛像不可以用这个嘴巴 去吹那个 吹那个 这个陈啊 这个佛像肮脏 是罪过无量的 你那个臭嘴巴 一颗大牙 一颗烂牙 臭死大嘴巴 你那个嘴巴 你眼睛都吃东西 那口臭 然后吹 吹佛像的那个灰尘 怎么可以 我们要整理佛像 用新的抹布 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 柔软的东西 慢慢的擦拭啊 你来一世啊 哦 这个皮肤就很漂亮 你整理佛像嘛 整理佛像嘛 你前世 这个对三宝 用身心 恭敬 供养三宝 礼敬三宝 你今生今世 先佛就没有障碍 那你 你如果你今生今世 你一邪佛 的话 你一到处造口业 让人家断掉这个惠命 你哪一次要邪佛 你就碰到障碍 你阻止人家邪佛 你本身你就会障碍自己 那么 这个设法 由设法的种子生 心法由心法的种子生 丝毫不能插错 丝毫不能插错 比如说前世啊 基督心很强的人 很强的人 今生今世 基督心还会存在的 还会存在的 前世啊 他的个性啊 他就 他就不会 跟人家计较什么 有的你还是 赤爬爬的 公司 赤爬爬公司 出来的 一讲起来 你不认识老娘吗 西门丁 你不探听看看吗 他讲起话来 他就叫你探听看看 所以这个人的个性 的心法 从前世他就有这样子 带过来的 没有办法 有的人一生出生他就领导的能力 特别会讲话 他一上来就讲得头头是道 有的人一上来讲话 以无伦斥 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人先天性 他就领导的能力 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因此啊 有个人的因缘 有个人的因缘 有个人的果报 有个人的果报 因此 谁都不要怪谁 谁都不要怪谁 所以邪佛就有点好处 不怨天也不由人 不怨天也不由人 这是针对外道所值的 万法由大事在天 一阴身的迷惘而立的 而立的 好了 好了 那么 这个 九点半到啦 九点半到啦 我看这个 这个种子六意 我会念一遍就好了 好不好 你们看个十九页好不好 种子那个六意 撒纳灭 种子的字体 必须是有为撒纳性 二 国具有 种子 与他所生的 现行国法 种子 要与他所生的 现行国法 具是现有 第三 恒水转 种子要恒食一类相续 没有间断 有的提现行 有的还是潜伏的 第四叫性决定 种子要与他 以前能心的现行 因性相符 就是性决定 种子要跟他以前 能心的现行 因为现行就是现在造的业 才能熏嘛 因性 因 就是以前的 以前体现行的因相符合 才能 这个叫性决定 例如 戴重严 就是因要等待因缘 才能够产生嘛 就像你们前世有写佛 你们今生其实要等待这个因缘 你们才能写佛嘛 就是种子 要戴他自己的重严和合 才能生体 第六 引治果 那种子各隐身治果 那么设法 种子只能隐身设法 其这个现行 心法 隐身这个心法的种子 所以种子 要引这个治果 引治果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点 设法 引设法 心法 引心法的种子 请翻开二十页 今天呢 讲的课程 务必要好好的听 否则的话 很不容易了解的 二十页 第二十 心许相状图 心许 所以心许 如同点香一样 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的重复 叫做熏许 比如说我们每天点香 我们就会闻到很多的香气 我们每天喝牛奶 杯子虽然洗得很干净 也闻到牛奶的味道 或者是我们每天泡茶 泡习惯呢 虽然把茶壶 洗得很干净 但是我们还是闻到一股清香味 这熏许的力量是很大的 一切万法 都是由熏许而来的 注意看底下 一个大圆圈圈的 从右边看 种子 就能生的因 往上面看 就是种子生现形 最上面那个小小的叫做现 就是现形 所以现形就是变现的色法 变现的心法 一切的心法、色法 七转四 七转四 相分见分 统统有八式的种子 互不相爱的 映现出来 所以种子其现形 色法有色法的种子 心法有心法的种子 讲色法就是心法 心法就是色法 那是指色心恶法 圆龙无碍的圣者 就众生未来讲 色法是色法 心法是心法 色法、心法 会有慈爱的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烦恼内在 它就会影响伤害到身体 当我们的身体病很长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们心无法主宰这个色法 的肉体 而肉体的破坏 我们也没有办法靠心的念力去支持它 因此 众生地、水、火、风 就是分得很清楚 而圣者 心法就是色法 色法就是心法 地就是水 水就是火 火就是风 因为当体即空 以空来相应 以理性来相应 所以能产生四世无碍法界 因为透过空性的 不可思议的 心念、动力 所以可以融合一切的地水火风 变成圆容无碍的一切法 这圣者 若能转悟即同如来 可以转一切法 三合大地 变成他心目、心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凡夫来讲 没有办法 因此啊 这个现行 所谓的心法跟色法 两种 那么就总之来讲 是人生的因呢 就现行来讲 就是所生的果 但是就既然是所生的果来讲 因为七传四世呢 由能生的因变现出来的嘛 那么就七传四来讲 能熏的变成因了 那么现行种 现行又熏起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落下来 又变成所生的果 所以这个叫做当下 当下 就是种子即现行 现行心种子 在这个威士学里面 有几种比喻 在计色论里面也有比喻 他说 譬如说 我们点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 这个灯芯呢 能够帮助这个火起燃烧 这个柱子会燃烧这个火 会帮助这个火燃烧 这个火又燃烧这个柱子 那么换句话 就是互为因果是同时的 所以啊 这个火又燃烧这个柱 火又燃这个柱 所以这个柱生灯 灯又燃这个柱 所以啊 同时 种子其这个现行 现行又会变成我们的种子 因此这个心息竟然那么重要 那么换句话说 善知识跟环境就变成为是最重要的 你要碰到正法的 大策大物的一个初识的明示 它能够在你这个八十天中 种下无量无边的正直正见的种子 那么你生生世世 就算今生今世没有了头生世 你也可以走出正道 因为你有智慧判断 但是如果你碰到邪知邪见的 所谓的误人子弟的 这些邪见的 六思外道 那么你八十天中也会产生 无量无边的邪知邪见的种子 你来一次要学佛 你就自然会排斥这个佛门 所以这个心息变成我们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子 也是非常重要的献行 所以说种子其献行献行献种日 双重因果同时具足 种生献献献献种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断二是扶这个献行 灭掉这个种子就改变我们的习气 修善用献行来献种子 使种子其这个献行 好 注意看二十一种子类别表 二十一种子类别 那么这个种子类别有本有的就是先天的 有新兴的就是后天的 那本有的分有了跟无肉 新兴的种子有有肉种子跟无肉的种子 有了的种子又分成明年跟业的种子 明年又分成表意或者是险境 那么明年就是等流 等流习气 那么业就是一种艺术的习气 等流又分成明年跟我执 就是对这个外相名词会产生一种执着 那明年就是我们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共相 但是大家所认知的产生执着的程度不一样 就变成不共相 那么艺术有之就是我们第八艺术 变成艺术是有共同认同的东西 就是共业比如说三河大地 不共业就是你个人所享受的 环境不一样 那么无肉呢 有身空无肉就见到无肉 法空无肉修到无肉 恶空无肉就无学到无肉 那么暂时我们念一念 所以看里面这个资料 看里面这个资料 等一下再来重复的讲一遍 你们就会更清楚 第三页 发给里面那个资料的第三页 要好好的听 否则实在是不容易了解 种子可分为两种 第一个就是朋友 朋友就是先天性的 无量意义来所储存在第八意识里面的一切种子 就是朋友的种子 第二就是新兴的种子 新兴的种子就是后天的 后天的种子 所以说你先天的种子强的话 那么你就转不过来 那么你就必须受到命运的支配 所以你的命随着一定的形式去流转 所以这一般没有修行的人 大部分都是接受朋友的种子 一直无能力以这个环境对抗 所以一直窮到底 一直受这个业力的支配 一直到死亡 那么如果这个大修行人 他有新兴的种子的话 那么就可以 虽然没有那个能力转变所有的朋友的种子 但是他总是知道怎么样下手 至少目前他活着也不会这么痛苦 就新兴的种子 就后天的 后天的 就是后天所谓的学习的 所以朋友的种子是无始节以来 就在第八阿赖也是的自体中具足 他能够开展 开发这个万法的功能势力 也就是说我们无量意义来 有流转六道轮回的动力的 就是这个 由第八意识阿赖也是所开展出来的 这个念力 念力就会变成幻象 幻象就是我们执着的错觉 所以第八意识就如同无量无边的发电厂 你只要碰到阴炎了 那么某个地方就会亮 你只要你碰到这个天界的炎 你就到上天界去享福 你碰到人道 就来人道去学佛 你多多端 你碰到这个地义的因 那你就要去受苦 每个人都下过地义 所以每个人都很怕下地义 再来功能 功能就是种子的别名 那同时也就是表现它的特性 在哲学里面来讲就是性能 是无形的能力 而且本来就有的 比如说我们有饮食之欲望 你一出生我们就懂得饮食 比如说我们有男女的欲望 男女的欲望 也不是你要跟不要的问题 其实没有办法 而不是说靠那几个道德的观念 或者靠这个借力的观念 就有办法控制这个男女的欲望 为什么 那这个是性本能的东西 这个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就像你白天要小便 你晚上也是要小便 你要上大号 你晚上要上大号 这个是人的一种力量 所以在众生为来讲 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而大修行的人 要破除这种习惯性 那不下很大很大的功夫 那不是很容易的 这个并不是说 你能够说我不贪吃 你就没有这个贪念了 你看到好饭好菜 饿了你还是会贪的 你看到这个美貌的男子 你看到这个美貌的美女 你还是会执着 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因为你本来一出生就有这种能力了 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要不然你说他怎么发现呢 这个造反啊 这个社会就乱七八糟的了 就是啊 你不是做工自理做业 就是怕这个社会大乱吗 就是啊 每一个人在 这个先天性就有需要这个能力 那么你不安排给他结婚 那就完蛋了 就是啊 他又没有邪婆 他怎么能够升华呢 所以这种动力 也就是我们的营练 营练就是投胎的根本 所以你这个生死的根本 那就是男女 结过婚的人 包括没有结婚的人 你只要有成熟正常的男重 你都知道这种力量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知道这个要好自为之了 啊 这不是用道德 用这个几个借力 或者是用这个法力 你就把他耶稣 这不可能的 很难的 因为什么 这个不是你有选择的一地 这个力量就是黄河 这个大的力量一直推过来的 所以第一块 底下就结成金字 就难 就还有这个力量 跟这个作用的 年龄一到你就会结婚不行了 你就会朝思暮想啊 有个伴啊 有个依靠啊 还有要吃吃好的东西 要享受啦 这个能量啊 利用啊 力量作用 无事皆来就是这样子的 正如一介质中 寒常无量种子的功能一样 这个用一介质来形容 是很小其实的 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当你到脑里面 比如说 我常常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他欺负我 我忍耐 我忍耐 每天都压抑着忍耐忍耐忍耐 那么你在我头脑里面 我不讲 你也不晓得我的仇人是谁啊 可是到有一天啊 他一直欺负我欺负我到 受不了的时候就爆发起来 无量这个种子的恨 那一种力量就显现庞大的力量 所以啊 很多的这个善良的人啊 一生气才杀死人啊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杀人 为什么他逼得那么发疯 比如说这个菜市场里面呢 抽税金 这鱼肉人民 是不是啊 无法无天的来的 好思难做 流浪汉 动不动就要向人家要钱 你不给他 他就揍你一顿 你报警他就要你死 这个恨一直隐藏着 隐藏着的时候 到有一天爆发起来 这个就是有庞大的力量 那种恨 很恨啊 比如说一个女人 他记住另外一个女人 他记住另外一个 这个孕育子是嫉妒的心 他找机会的说他坏话 他明明是白的 他就要讲黑的 这无中生有 攻击 毁谤 所以一个圣者 他就会保持入入不动 不听辅导人家之言 一个大智慧的人 他只做参考的 自己会去调查的 他不可能听片面支持的 为什么 他会 他会知道这个众生呢 因为众生会扭起本来的面目 因为众生没有大测误的人 他不如 他不如就是弯 没有悟到清静的本性的人 都会透过这个意识状态 扭曲别人的东西 所以只要他不大测大悟 他没有平等心的 没有平等心 讲出来的话都有色彩的 都会扭曲为原来的意识的 哪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里面在座诸位都是这样子的 不必笑别人 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扭曲了别人的意思啊 为什么 希望掌握自己真正的生命 其实越离越远 所以这些佛法跟哲学都是一样的 越想保护自己就越离真理越远 你一直想保护自己就越自私吗 越自私就产生妄念越多吗 越想保护自己就把对的讲错的 黑的讲白的 白的讲黑的吗 所以啊 人不应该听片面之词 应当冷静 把你的真如自信 空与切法的力量拿出来 作乱两边 不落空也不落有 不落左也不落右 不落男也不落泥 不落罪也不落错 不落罪也不落非 善恶同时 就空性的 所以诸法不相道 这个法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法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而当初就解脱 不必加上任何的言语 讲解脱也是多余的 佛法就是这么悟啊 悟不了你就轮转生死啊 悟得了这一念你就受用无穷啊 所以啊 正如一个戒指当中 含长着无量种子的功能一样 有庞大的性能 因为这是信天固有的 所以一名叫做本性著重 这个本性不是我们那个本性 这个本性就是本来就有的 但是在这里维持写讲的本性 不是我们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那种本性 这里本性就是从无死结以来 柱就是支持着一直持续着有这种种子 那么熏熏的种子呢 以本有的种子相反 不是原来有的 而是互相熏熏和来的 这是以为七转式的作用 为什么加一个转呢 因为炎儿鼻子的生意 所以莫拉什阿赖也是就像台风一样的旋转 造了无量无边的蛋液 恶液 还有无基液 所以加一个转字就是动的意思 不停的造液叫做转 所以在第八诗的字体当中 再为欣喜与现行的习气 所以一名习所成种 诸法的发声 除了见到出萨罗的无漏字 诸法的发声就是本性的功能 平等心 大智慧 波勒的智慧心 除了见到出萨罗的无漏字 只有从本有的种子生起 本有就是本性 本来就是具足有的 那么其他的一介法没有 不是从本有或是从心心学的 两个种子 两种情形合合而生的 种子因为它的性质又分成两种 一个就是有漏种子 一种就是无漏种子 有漏的种子又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明言种子 明言简单讲顾名思义就是所谓的明相 我们每天叫的声音 明或者句子 文章 这些通通是明言种子 一种叫做叶的种子 这个叶造下去以后就会慢慢的成熟 我们就必须去受报 这是叶的种子 明言是我们平常来叫的习气 叫的 那就是明言的种子 但是叶的习气当然是受果报的 将来是受果报的 那么说这一名等流习气 艺术习气 明言叫做等流习气 叶叫做艺术习气 为什么明言叫做等流习气呢 这等就是因 流就是果 因果是平等的 比如说你从乌子节以来 对这个名相上的执着 那么你一头胎一转世以后 今天的国报 你一看就很清楚的认识它 对这个名相上就认识它 比如说你前世你读书读多了 你读多了 那么你今心今世 对这个书的符号 你就会特别的厉害 比如说你前世你写音乐 你对这个音乐的无限符 你就看就很清楚 那么随着这个名言文字 是啊 这个是一种等流习气 一种叫做艺术习气 这艺术习气就是业力的习气 业力就是说 它会牵引我们去受这个果报的 所以如果把等流习气 配以明言跟我执两种习气 加上艺术习气的有 有就是造业 有将来的业就是有之习气 那么就是三种习气了 就三种习气了 那么明言种子又分成共相的明言 或者不共相的明言 业的种子也分成共业 不共业两种 无路种子又有生空无路 生空无路就是断我字 法空无路就是断法字 二空无路就是连空的 法空的那个空字也空 明二空无路 有生空无路是断我字 法空无路是断法字 二空无路就是连空 当体也是空的那三类 或者是由修行的位置 分为见到无路 见到位 你见到了真正的真理 那么再来 修道位 你继续修行 破这个法字 到最后无学道 那就成佛了 无学嘛 佛就是无学位嘛 菩萨还是有学啊 有学就是还是需要学习啊 有无学位分成两个 一个叫三界的无学位 那就是阿罗汉 一个叫做三界外的无学位 那么就是佛 无学位分成两个 三界内的无学 那么就是正四国阿罗汉 在三界内就是没有什么好学的啦 那么如果说是三界外的无学位 那么那就是佛啦 就是大圣的佛 种子啊 种子啊 种子的种类是很多 不同的名字也很多 性能也很多 现在 最将最主要的名目啊 条例如下 甲 所依生起来说 就是依照我们八四天中 所生起的来讲 种子怎么来的 第一个 是由无量一节来的 本有的种子 名就是本性助种 先天的 就是我们的本能 第二 新薰的种子 又名习所成种 就是后天的 由后天学习来的 那么这么样子的话 佛法的解释就非常的圆容啦 那么你就不会怨恨啦 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这么会读书 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这么没有办法读书 他用功的时间比别人呢 还多三个钟头 还是读不来 你不晓得人家前世是什么 学校的 全世是北大来的啦 人家前世是美国哈佛大学念完诗的以后 来自台湾投胎啦 当然念台湾大学医科的啦 是不是啊 那你前世连小学都没念完啦 你今生今生一读起书来 当然很痛苦啦 是不是啊 有的人就坐得下 像我就坐得下 你叫我拿斧头拿这个 拿这个铁丝我没办法 但是你一天叫我看十四个钟头的书 如果我很有办法啊 我是个读书人啊 是不是啊 你看我的手也知道啊 那你叫我这个洞 我没有办法啊 你叫他爬山射水啊 而且烤肉啊 这个我很痛苦啊 我告诉你们 说我在大学诗里 你们没有去参加过烤肉 你们相信吗 真的啦 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说我这个先天性 这个读书人 就不喜欢动啊 不喜欢爬山啊 根本不喜欢跳舞 也不会喝酒 也不会抽烟 打麻将去到现在都看不懂 我不是跟你们讲一下话 是实在话的啊 实在话的啦 所以啊 我们人啊 不要怨天也不必游人 就我们今生今世的各种闲事出来 就也可以了解我们前世的啦 所以说 因为那些算命的 会准 那是因为你先天性的种子 对那算的准 算的准 那么你后天的话 他们大部分都是 想你过去怎么样 你过去怎么样 那你就不要讲 那我未来 你问那个算命的 那我未来怎么样 那你就一直听他 那谁怎么知道未来呢 所以啊 我常给一个比喻就是说 这个有修行大修行的人 就像这个computer 这个computer 那么这个computer一样 就像我们这个 每天都加入这个新的资料 那电脑出来的答案当然不一样啊 电脑出来的答案当然不一样啊 为什么你每天都念佛拜佛 你会转你的业呢 你每天都求忏悔嘛 那么你不修行的人每天就是 都都是这个干坏事情啊 那当然先天性的力量存在 那后天又没有行善 那当然被一算就算得很准啊 所以说啊 你不必厌恨谁 有些小孩子四五岁的音乐 就弹得很厉害的啊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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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无限福都看不懂啊 我要看简朴才看得懂啊 是啊 这个人 人也没有什么好厌恨的 因此我要出家以前 我就用维世学来看 我是属于什么种子的啊 哎呀我是属于出家的嘛 我这个人啊 一晚上只要有旁边一个人睡在我旁边 我睡不着的啊 你说陶老婆怎么办 每天都睡在一起 那麻烦大啦 不过有一种办法 孩子是照样生 然后他睡隔壁 那不他 这也是一种办法 所以说我们呢 了解这个夫法的为事啊 那心就惨荡荡荡的接受啊 你什么境界来呢 你自己造的嘛 你厌恨谁啊 那他前世没有跟你有言 他怎么会当你老婆啊 怎么会跟你气死辱命啊 气死辱命啊 气死辱命啊 什么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 六七就是六道轮回中啊 受到这个生死的种子啊 明年我执有之 什么叫做明年啊 那么我执有之后面会讲到 就是明年的这个习气啊 我执的习气啊 有之后面这个表会讲到 所以啊 有肉的种子 就是三界六道中 受生死的种子 二就是无肉的种子 那么就是入见到位的时候啊 一直到阿罗汉佛国位的出世的种子 这个叫做无肉的种子 丙依照三性来说 那么就是善性 就是善的种子 恶性就是恶的种子 无忌性就是无忌种子 是无忌就是非善非恶 善恶的力量强 无忌的种子弱 所以这个叫有肉的种子 那么以三性来说 这无肉的种子啊 这善种其实这个描述并不恰当 这并不恰当 我觉得为是在这个地方的描述啊 还是不太好 应该加一个字叫做敬善 你用这个善的种子 人家还以为是 还以为是食善业的 不 我们的本性是具足敬善 为什么讲加一个净呢 净就是一种没有分别大慈大悲绝对的善 而不是世俗的 而不是杀生不偷盗不邪 而不施了几个金钱盖了几个庙 大家的吹嘘贴着几个功德榜 让人家认识 那个大柱子就磕着灵大头 然后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柱子是他几乎一百万的 这个就是有肉善 而佛法释迦摩尼佛也是善 但是佛释迦摩尼佛十方善是那种佛 那你用这个善的种子来形容 我觉得很不恰当 为什么 只是会给人家误会是有肉的啦 所以这个善不适合应该叫一个净 净善清净的善 那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拾着透过平等心大智慧所透脱出来的 哪有洒脱自在的善 这样形容就正确 再来种子 种子分成本有的种子还有新兴系的种子 本有的种子有肉还有无肉 新兴的种子也有肉也有无肉 有肉就是名言 这个名言的表意 什么叫表意名言呢 表意名言简单说就是第六意识的认识 一种想象的名词 对名字文章的认识 声音的认识 然后存放在第六意识的那些文字下 显境就不一样了 显境就是有六根的见文截字 眼睛看到桌子 那就是真的桌子啦 是实实在在的境界啊 实实在在的境界 这是桌子啊 不是你脑筋里面那个文字的桌子 是桌子就在你面前的啦 知道吧 所以表意名言就是单靠第六意识的文字 名声句子等等这些表意 无形的落在第六意识的印象里面的名像 显境是实实在在的六根对这个六层存在的境界 那当然会有一些名言啊 等流 旁边再加两个字 习气 习气就是有这个习惯性啊 习惯性啊 哪些习惯性呢 名言 我们对名字上的执着 那我们对这个什么 我执 对这个执着上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茶 喜欢吃什么 动静的乌龙 这铁观音 这个是普洱茶 普洱茶 还是有名的啦 普洱茶都是几十年的啦 很贵的咯 我虽然没吃过 但是也闻过啊 那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茶 吃习惯啊 他很容易就会常常出生在中国 因为在中国在吃茶嘛 因为中国在吃茶 外国人也不吃茶 你不晓得那美国人怎么吃茶的 你看过美国人吃茶吗 你没看过喔 我以前泡了一杯茶 泡了一杯茶以前不是那个过滤的啦 泡了那个茶叶啊 泡了美国人来啊 泡了茶叶啊 泡了茶叶啊 放着啊 他不会吃茶啊 他把那个茶叶拿起来嚼啊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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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eat 那个是树叶啊 他不懂啊 他没听过这个吃茶是什么东西啊 他喝茶 连那个茶叶都起来留步啊 搅一搅啊 我说那个不能吃啊 喝而已啊 他现在知道了 所以他也写中国要喝以前啊 他就这样子老万贵了 你看过啊 那个电视都是这样子的啦 播一播播一播啊 播那个泡沫啊 茶叶播开啊 所以啊 我们的这个名言啊 还有这个我识啊 也很重要 我们讲实在话的啦 如果我们今生今世做中国人了 我们讲实在话的呢 生生世世做中国人的机会就大啦 为什么 因为你讲的是中国话嘛 你习惯于中国人啦 因为你这个中国的息息就很重啊 所以啊 一脱胎就差不多变成中国人 除非有一种人 除非就是说 恨不得剥皮异乏 比如说 讨章 黑的就黑的嘛 你为什么要胖子变成了金黄色的呢 然后又长出来一半是黑的 后半半又是金黄色的 那又是不像猴子母猴一样的 这狐狸要这样子的嘛 这个宠羊也不是宠这个样子嘛 黑的头发多好看呢 中国人东洋人的魅力嘛 你看美国人 那小时候好看啊 这长大呢 那美国人那种皮肤 你看啊 我们讲实在话的 东方的小姐啊 我看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的 这个这个走的 一二十个国家 我觉得中国人的女孩子 还是最漂亮的啦 最漂亮的啦 真的啦 这个刚才出家讲这个是比较不好听啊 但是实在是赞叹我们中国人的小姐 其实你不必羡慕美国 美国人的话 小时候很好看啊 美国人的小孩子很古脆的啊 你知道那老的时候 你看那个老人 鸡皮鹤毛的那个那个美国女人 那个老 你注意看看她的皮肤 因为他们那个牛肉吃太多了 那个那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窗的啦 你注意看看啊 上面都画地图啊 那个美国人年纪大了多难看啊 那个皮肤 还是东方人的好看啊 还是东方人好看啊 有的人啊 还是龙鼻啊 有忽鼻呢 是不是啊 还烫乏呢 不需要这样子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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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 啊 有点 啊 胡说 老公 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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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